作曲 李宗盛 这几句说话令你痛伤 新伴老人从未拍掌 我未忘记我有别人欣赏 我就是我决心坚守理想 无需要唱起 平凡都可有美 临时天补开心 亦要撑起 爱不随说道理 吸引口气突破冲开距离 仍是每天一点 爪转机 仍高贵是你 如何高胖想你 无论彼此身份 如强烈对比 总是根捷力疲 若有你就有惊喜 不仅仍不忍舍弃 都玩家穿我来找你 小朋友, 你幹什麼?你不可以這樣 不好意思…我買了他的麵包, 謝謝你 謝謝先生 對不起, 爸爸的麵包真的好香 不要緊, 爸爸明白 那些麵包我們當是賣給沙姨和我哥哥 現在買你吃的那些 我會幫我做三文治早餐嗎? 爸爸已經學做新款式了 給我一點時間, 好嗎? 爸爸, 為什麼沒有小朋友 我坐在那裡抱著那個牌子呢? 你看, 那個保安哥哥多認真 他在維持秩序, 一樣是抱著牌子 保安哥哥對著我笑 他覺得你認真 真的? 當然是真的 好, 走吧, 走吧 爸爸, 你看爸爸也是掛著牌子的 那個爸爸的牌子寫著爸爸家的地址 萬一他找到事 其他人就懂得送他回家 因為那個爸爸家人很疼他 所以做一個牌子給他刮住 如果你也疼爸爸的話 就能讓他掛著牌子在身上, 知道嗎? 乖 爸爸, 你看這隻朱古力新出的 阿堯家文說很好吃的 這隻朱古力你不能吃的 你能吃的朱古力 只有兩間店舖可以買的 但他們整天都沒有貨 不要緊, 明天我們去看看貨回來 好不好? 隨便試試, 現在又新出, 繼續搶 小朋友試試 不好意思 沒關係 乖 乖, 忘仔, 這麼聰明, 幫忙買東西 是呀 新地哥, 這隻洗潔精 買一送一, 你去拿多一瓶 我幫你照顧它 謝謝你 不用 在這裡等我, 不要走開 走 我先收你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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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小朋友,你很想吃朱古力吧 請給我吃朱古力及零食? 你不懂得說話了,是嗎? 好,我請你吃朱古力 好吃嗎? 王仔,你吃什麼? 吃朱古力?拿回來 什麼?朱古力是我請他吃的 他不吃朱古力的 拿回來… 怎麼樣?王仔,怎麼樣? 要不要找人截車,送他去醫院? 不…我有車在外面 我車來去醫院,好嗎? 來吧 來吧 士山,你兒子有什麼事? 他不吃朱古力及奶淚製品 但我看見他胸口的牌子 你看他的牌子還給他吃,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你小心 對不起 我拜託你別說話專心炸車 我拜託你人家 滑膠 我拜託你 自己 disciples 你命把浴浴 賣一個人、有一關 epheren 小朋友的食物敏感症 嚴重的話, 可以導致呼吸道 和咽頭腫脹而引致疾色 你以後要看更多 我知道了 小朋友已經消腫, 呼吸已經暢順了 但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要留院觀察四個小時 確保不會再有事才能出院 好, 謝謝醫生 伯母, 老婆, 你怎麼樣? 她沒什麼, 幫我留院觀察 好 媽媽, 待會再進去你… 知道了, 鎮定點 不要嚇壞那個爭孫子, 是不是? 汪仔, 是不是很辛苦嗎?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再餵食 對不起, 爸爸 有人答應了我的事, 又做不到 我已經說過沒什麼奶奶 還吃了小小小吃 你又不是小狗 小狗, 怎麼可以靠鼻子 我反正不敢 如果下次爸爸不在 就趕不及救你了 你就以後也看不見我們了 真是活死? 真是看不見爸爸和泰馬? 還有姚家文 還有你最喜歡玩的玩具都沒得玩了 還有一件事要記住 這餐具和食物都不可以跟人分享 吃的錢一定要洗手 對了, 乖了 小生, 有位小姐叫我把卡片交給你 她說會負責小朋友的所有醫療費 謝謝 誰是你? 我想請網仔吃朱古力那個人吧 這裡有個藥, 回去早晚一次 記得吃完東西才給她吃 好嗎? 我先幫她做一些資料 你好, Sharlee 你好 你好 好, 走吧 和Momo已經驗血了, 檢查過了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但她最近好像沒什麼胃口 不想走 我和她接了X框, 沒什麼大礙 不過我覺得那個主人可能縱壞了她 所以經常都要… 要別人抱, 像現在這樣 我不需要你的服務了, 麻煩你 放鬆 我以為是今天那個小朋友的家長打來 有問題, 他們才會打給你的 不打給你就沒事了 但我累了那個小朋友 我的心不是很安心的 你也不知道之前的事情會這樣發生 而且你確定了 那個小朋友沒事才走 是時候讓他走 媽媽, 那怎麼辦? 媽媽…不要在這裡玩耍臉 不如想想和爸爸結婚的開心事 我要做花女 好吧, 那我們找個小花給你做一批 各位, 你訂的婚紗的布已經到了 你現在可以開始想想 究竟你想去加拿大利亞還是Napoli 拍婚紗照片 Viris, 我想等爸爸的病情 穩定一點, 才離開香港 好, 我怎麼也不急 謝謝 再見 大小姐 芬姐 小姐 小姐 媽媽… Anson, 你好, 你好… 回來了就對了 醫院打電話來 說你爹來對藥物治療的效果 不是很理想 叫我竟然是醫生 那我們馬上去探討他 那也要等你二媽媽才行 你上去補妝 我要畫你眼耳口鼻才可以見老爺 我們先坐下坐吧 是呀, 那等一下 我們坐下坐吧 Anson, 回來了嗎? 可以了… 快來 我去一車走 你應該走就行了 怎麼這麼晚 小朋友跟寵物一樣 喜歡不喜歡的人不懂演戲 尤其是打過他的人 他會記得的吧 你怎麼打他呀, 三媽 他咬了, 是我的新鞋子 姑媽, 狗仔如果他壞 可以教, 一定不可以打 什麼?我的腳撩下他 現在傷了哪裡? 要不要我賠藥費嗎? 不用… 我今天跟他去禮行檢查 沒事吧?沒事吧? 沒事吧, 可以走了 Ivan, 二叔去了醫院沒有? 爸爸, 他正在去 走吧 來, 我找你做個手術 打給你, 走吧… 好, 回來了 好, 再見 再見 二叔也不等別人, 自己進去 你直接從公司來, 不用補妝 當然比我們更快 姑娘, 我們能進去嗎? Bian, 今天情況不太穩定 你們最多派兩至三個人做代表好了 Jason, 怎麼了? 當然不是, 我才是名姓延算的元太 Brian, 我們去看爸爸 等等 我Jason才是姚家的長子 我知道老婆想先見大兒子 你也傻的, 走吧 慢著… 你們搞什麼? 怎麼搞的? 探病也要爭, 吃什麼體統 二叔, 爸爸怎麼樣? 醫生說大哥的再生不能性頻率病 要不然治療不是那麼理想 建議盡快進行幹細胞移植 希望我們安排嚴血 做一個白血球抗原測試 適合的話就盡快進行手術 那就是要捐骨髓嗎? 是呀, 大哥現在的情況很嚴重 骨髓做血管制把我受到破壞 引致免疫失衡, 不能正常做血 白血球、紅血球, 血消板持續下降 按規矩, 二叔、三叔 兩個一起去看大哥 其他在外面等 你又怎麼樣? 我怕你嗎? 老爺, 老爺, 你怎麼樣? 怎麼樣? 好像聽人家說過捐骨髓很危險 好像在尾箱裡抽骨髓出來 萬一出了意外, 會不會忍耐? 那是否舒服點, 老爺? 喝不夠乾, 喝喝水嗎? 是呀, 老爺, 前兩天我見過華安法師 他說在今天的法會 會替你加持和重驚 你很快會康復 老爺, 你的病是醫生看著 你不用擔心的 還有公司的事, 要追神看著 你不用怕 Ryan也很生性 他推了所有出國的事 他留在香港幫忙 應該吧, 爸爸病成這樣 還有心情去玩嗎? 你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玩呢? 不知道, 別說我 他不會玩, 還會說什麼? 你看, 你先出去 我先出去, 我還有些事要跟蕭蕙蕙說 那我們先出去, 明天再來探望 你休息一下, 不要凍涼了 我想跟你說 接下來應該開股東會 大江, 我也想跟你說這件事 你的病已經拖了一段日子 公司不可能長時期沒有了首席 我知道 不是逼你, 但你也要面對現實 至目前的情況 短期內, 你是不可能出回主持大埔 你怎麼不喜歡 都要把事情交出來找人代替 姚江有很多決策等著落神 不能再拖了 我幫我叫余大師進來 戴姚三, 細姚三 慢慢來, 小心, 不用急 慢慢來 早安, 麻煩 早安, 兄弟 這麼早安, 問完了嗎? 是呀, 知道你昨晚頂了夜間 打算早點回來幫你做早餐 誰知你全搞定了? 搞定了 麻煩, 今早你煎完叉燒包吃 沒有洗乾淨的杯子和鍋子 是嗎? 你當然忘記了 忘記了 叉燒包的皮子混了牛奶進去搓 我知道, 你上次提過我了 沒記性, 不過這次我一定記得 不, 索性以後不再買叉燒包回來吃 吃早餐了 我去吞拿魚番茄三文治 這個三文治真的很好吃 是呀, 阿爸和泰馬每天吃都不吃 這隻麵包還特別香 這個三文治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這樣吧, 阿爸答應你 將來學做披薩給你試試, 好嗎? 好 吃早餐, 來 誰這麼早? 好, 阿爸呢? 早安 早安 早安, Polly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愛你, 你看 早安特意在加拿大買了 兩盒果汁醬皮糖給你吃 早安, 早安 你放心吧, 我看過了 望仔吃沒問題的 好, 望仔, 快點吃早餐, 上學了 我知道了 給你的 早安, 早安 防敏感藥 有 消毒膠布 有 我今天環店有空 可以接到望仔放學 陳太太, 整天麻煩你幫忙照顧望仔 真不好意思 Pauline, 不要再叫陳太太了 你叫我以前這樣 Vanissa或者Asa玩泥山就行了 不要再叫陳太太了 自從你嫁了陳先生 改口叫你陳太太 糟了, 現在也改不回來 一定是我太久沒跟大家說說我的近況 自從那些雖然走了之後 我已經單獨申請離婚了 我還有半年時間就回復單身了 好像還有些東西還沒帶 爸爸, 我記得 超人娘娘棒和這個牌 很聰明 你呢, 弟弟 請幫忙照顧我媽媽和兒子 泰媽說你待會去相看 記得表現好一點 行了, 我一定會努力的 還有你給那個牌衣看 好啊 好了, 回家了 再見, 泰媽, 再見, 薩姨 待會兒跟她放學之後去樓梯 再見, 再見… 再見 Pauline, 來, 坐吧 謝謝… 新地今天又去相看嗎? 是呀 是什麼人? 那個是一個同鄉的小女兒 我沒見過的, 聽說挺好的 聽說, 靠不靠得住嗎? 是呀, 先親自去見她 我就很相信她的眼光 還有, 亡仔的媽媽 也不見了人這麼多年 家裡沒有女人在主持著不行 希望她這次看得對 Pauline, 最近你有沒有看新聞 有很多騙婚集團 是呀 萬一新地哥被人騙財騙色怎麼辦 不會吧 美哥, 一杯熱奶茶, 一杯凍檸茶 謝謝 為什麼你叫新地? 她叫旗日星, 回什麼星期日 所以叫新地 原來是這樣 星期日放假, 我也很喜歡 你看新地哄不得那女孩子多開心 她什麼時候哄她? 小姐, 那個女人自發工而已 那個女孩子看過樣子 總說吧, 簡直是傻子 其實我認識朋友 不太在乎外表 最重要是人品好, 有責任心 顧家就可以了 聽三姨婆說, 你是這樣的人 她只是客氣而已 對了, 關小姐平時有什麼嗜好? 其實你可以叫我做Mia 都是逛街、看電影 游泳、打羽毛球 就這樣吧 其實我也很喜歡去旅行 聽三姨婆說, 你是大車主 又有小巴牌, 又有樓 英國還有一間屋 有機會下次帶我去英國玩玩玩 好 不知道這裡是不是很熱 好像沒有開冷氣似的 我去聊著 就像那邊 那邊是冷氣似的 那些女孩子一定很軟身 有多熱, 要不要衝衣服? 從來熬你 給他一巴掌 似乎高興的 人家青春試買 你三姨婆有沒有跟你說 我做哪一行的? 大公司物流主管嘛 其實我是持小巴的 不過小巴也是我的,我自己持一間 就是人家說是小朋友的 還有我住的房子是我媽媽的 房子沒有我的名字 這個牌是我的兒子做給我的 他今年六歲,又食物品金證 需要人特別照顧 不好意思,奇先生 我突然想起我有重要的事要做 我先走了,再見 不要緊,慢慢走 這麼快走當然沒行 Pauline,這個女孩子這麼貪污虛榮 是不適合身體的 不是,人家樣子又漂亮,身材又正 贏你九條街 說說,誰能看你 能出廳堂,能進廚房 對老人家、對小朋友都這麼愛心 要上來上去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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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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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交時巾有… 真是記憶 老闆叫我,來吧,先走了 載我去上去 沒有客氣,阿Sir 搞錯了 搞錯了 好, 老朋友, 要我替你報警嗎? 千萬不要, 不用 來, 我知道 是肥拳的臭小子, 有一群臭小子做的 想拋我出彌均洞, 賭我臉吧 我告訴你, 我平時一個人打十幾個 那些臭小子不說道義 人多客人少, 你多生氣 死長, 一把我抓到上車 我告訴你, 我這個仇一定報 我不打敗肥拳的腳 我就不在右馬地走 那個桶我不要了, 你慢慢 麻煩你, 你留下的電話號碼 我找人幫你把車修好 行了, 不用了, 小意思 什麼小意思? 我告訴你, 我下山府從來不找人 不如這樣, 你去新安車房 搭我朵, 包你做得漂亮的小子 有傻子 真的不用了, 很簡單 我自己搞定就行了, 謝謝 說話我說過了, 但若有人搞你麻煩 你找我, 我替你搞定 我去找他 什麼事? 對不起, 王仔快和牛哥道歉吧 小子, 那球是你的嗎? 我不知道, 哥哥 我不是在這裡幫你, 回答我嗎? 對不起 你來這裡球場踢球 有沒有問過我飛鷹? 你想怎麼樣? 對不起… 怎麼有人這麼兇 小子, 你是警察 你們是警察, 要不然把小人抓到警察 那個飛鷹是跟尤華底阿虎賺錢的 之前他大哥阿虎打算欠地盤 搞那邊人污煙瘴氣 我聽私下的手足說 上台打算做事 不要… 王仔 王仔, 不用怕 阿爸在這裡 我很怕 不用怕, 阿爸在這裡 阿威小姐之前訂了的婚紗報料 已經是法國傳送過來的 待會再量身, 我們就可以開工了 Anson 對不起, 可不可以先保持住嗎? 沒問題, 或者先聽婚禮的細節吧 不是, 我想把婚禮押後 Anson 不要緊, 你們先商量一下 有什麼需要再找我? 對不起… Luke, 我知道你為了你爸爸的事擔憂 我也很擔心姑掌 但是人當然要向前忙 計劃了的路一定要繼續走下去 況且我們的婚禮還有六個月才舉行 或者到時候姑掌… 或者到時候也找不到適合骨髓 爸爸豈不是有生命危險嗎? 不要讓一些未發生或根本不會發生的事 影響心情 擔心是不會改變事實的 我是… 好, 謝謝 什麼事? 我骨髓跟爸爸的配對不成功 我不可以捐給他 不是血型不吻合, 就是體質不適合 又會全家人都沒有對的 其實我也跟醫生了解過 首先親人是最優先 親兄弟姐妹的成功率有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跟一個沒有缺緣關係的 骨髓捐贈者配對 吻合的骨髓移植機會 就會從五千到一萬分之一 那豈不是很妙妄 醫院在骨髓庫找過 初步有七個人是吻合的 不過也要做一連串的化驗 才知道有沒有對的配對 我們還有二叔呢 對了, Ivan, 你爸爸呢? 我剛剛跟他通過電話 不過他說還沒有結果 二叔就算驗到骨髓捐給爸爸 今年他也有六十多 他剛好找一條命來搏去幫爸爸 你先說一句話吧 喝…來…躲快點… 爸爸 要不要光顧我, 老朋友 我找虎哥的 你去哪裡找他? 認識 你去哪兒? 想下事吧 拿去吧 我這次來不是為了錢 被人搞?哪一飯 你收下飛鷹 阿爸, 我很害怕, 我不想在這裡玩 不用怕, 阿爸在這裡 阿爸, 我是哥哥, 哥哥 不用怕 小朋友, 上次哥哥不小心弄壞了你的球 哥哥哥, 哥哥知錯了 你可不可以原諒哥哥? 阿亡仔, 你是男生嘛 人家跟你說對不起 你是不是應該大方一點原諒人? 那我就原諒你了 小朋友, 多謝你原諒我 我賠回球給你 謝謝哥哥 我想我們以後不會再見 因為我不會再來這個場玩 那個長兒留給小朋友踢球, 是嗎? 沒什麼, 我先走了 現在不怕了? 不怕了 過來 來, 過來 來, 過來, 過來 爸爸, 你是不是每個星期天 都帶我來這裡玩? 爸爸不是每個星期天都可以放假 不過爸爸答應你 放假就跟你玩 好, 太好了 阿申地玩得很累了 我先去接力 好… 你叫他吃橙吧 行了… 好燙… 好厲害 阿申地, 不如你去拍照, 我去接力 好, 回去看著他 好 怎麼樣?很漂亮嗎? 申地哥 那邊是哪邊? 那邊群島 好, 今時今日要堅持跟菲林上機 一同菲林只有三十六張 拍每一張都要好好掌握才按個筷子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趣 對, 數碼機, 喜歡按按按, 不喜歡就刪 回去還可以用電腦撿到漂亮為止 所以我拍幾天的照片 都沒有一張見得到人 那不同的 你拍照我來見人 我拍照自己看而已 你當時做的事, 我都逃避一下 是嗎? 好, 我收到封, 你去阿夫我去解僱 你的封收到一折 下半段網仔告訴我 你深入苦悅 就是叫他小孩跟小孩道歉嗎? 你信人之初是姓本善還是惡? 我是信人姓本惡的 所謂姬而欲食, 寒而欲亂 奴而欲食, 套利而互害 人性根本就充滿欲望 所以要用道德、禮教 來虐出人的劣根性 人才有機會由惡變為善 我希望可以早點令網仔明白 什麼是非黑白, 什麼是對錯 做錯事就要說對不起 可能你未必認同我的做法 但我只能夠教導一個小孩 正確的價值觀 用什麼方法都沒有錯 是否真的這麼快, 追到你… 別妨礙, 忍住親人 來…你看, 你一頭大汗 你先瞞著汗 你又玩到一身汗了嗎? 新的, 不如我買冷的東西給你喝 好, 謝謝你 姐姐又不見你問問我 你當然知道我會陪你去買 是呀 你為了新的哥哥 也投放了很多心機在家人 你說什麼? 我們認識新的幾十年了 跟Pauline感情這麼好 又看著網仔長大 再說你也當新的哥哥哥一樣 萬一不小心 新的哥哥最好是你姐妹 我也替你多開心 你這麼為我設想, 我真的很感動 是呀, 人家年輕的時候 太矜持, 讓網仔媽媽先把新的哥哥哥 難怪你那時候 被親妹很溫柔的, 陳太太 趁你的死人頭再說我會生氣 告訴你 那些男人壞, 還不是有這麼壞的 走到一身賭債 走過來叫我還債 有這麼壞的人嗎?你說 你很快就撕掉陳太太的名字 到時候過上去媽媽那關 就可以生琴生二哥了, 是嗎? 是呀 先去你的線頭… 還去 有丟臉的女士 結婚了, 賽中心 謝謝 大家兄弟, 我愛嬰子 是現在太陽了 我愛嬰子, 我愛嬰子 手臂, 已經受到你了 可以讓你測ure 穩定了我愛嬰子 我愛嬰子, 我愛嬰子 我愛嬰子, 我愛嬰子 義叔 義叔真好熟,這麼遲 來,帶我給Ivan,看看到了哪裡 臉少爺,請給我 Ivan 不好意思,遲到,二百難三百兩 只有你一個,就是你爸爸呢? 他說沒空來 不要緊,先吃飯,坐 你爸爸的報告已經出來了嗎? 出來了 怎麼樣? 跟伯父的吻合,配對成功 那爸爸就有希望了 Ivan,不是二叔身體有什麼事 捐不到嗎? 他沒有跟我說 那…是不是他還沒想好捐 還是不捐,所以連飯也不過來吃? 要在盆骨那裡開洞 總是抽出一些骨髓細胞 說是唯有技術先進 二叔也這麼大年紀,不就說不害怕 是嗎? 好,既然二叔也肯去驗血 那就是他事先也有想過捐 驗血而已,不一定是對的 如果一場兄弟連血都不驗 那就真的過分了一點 但是驗了,又對的要捐 那就另一回事了 二叔和老爺是親兄弟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福 我也希望他是君子 就念在兄弟之情 捐就捐,不捐就不捐 不要耍老爺嘛 畢竟是生死有關的 大耀先生,我先出去 二小姐 大志,爸爸很累了,你幫他休息一下 是大耀先生叫我來的 他說趁他更精神的時候 交代我幫他處理好公司的事 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二叔肯捐骨髓 對,爸爸等不及了 文件不就是和世耀先生有關 二叔來捐我爸爸嗎? 是 老爺,你跟了我大哥這麼久 他這麼信入你 有些事我也想留在這裡聽 你說 我想跟你做個交易 現在只有我可以救到你的命 如果想我捐骨髓給你 就要還給應得的門 我一直都知道二叔很想坐首席主席的位置 他…他在這個時候來跟爸爸談條件 那…跟勒索有什麼分別? 細耀先生開的條件的確很可坑 但是如果情況危急 大耀先生根本就沒得選 你好像他買了 慢慢玩 我預備了 最多一塊兒就要再考慮你 好 來吧 多別安排 那我如果不可以 那我看你 就這樣說 就這樣說 去吧 這件事 跟翁皇實業 盡量照顧姚先生的意思去做 這份合約根本對大姚先生很不公平 不可能接受 我們盡力吧, 看看如何修改 才能同時保護到大姚先生的權利 Anson, 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 不好意思 我們正在開另外一個會 你看, 這裡可不可以改改他? 大姊, 我看了二叔提出的協議 二叔提出的條件對爸爸很不利 你在哪裡拿到這份協議? 雖然我職位不高 但畢竟是法律部的人 姚小姐今天在公司的地位 總會有一兩個拍馬屁的秘書 為你服務 不過你是看工程合約 這份協議不是管轄範圍 別插手了 我看完了 如果根捉裡面的條文落實的話 就算爸爸康復的話 公司大部分的資產都不會再屬於他 但是細瑤先生的籌碼 是大老闆的生死 怎麼偏偏的他的骨髓適合爸爸呢? 你放心, 只要還有位子走 我就算鑽孔鑽鑽薄一條老命 也會保住大老闆的心血 你以為自己恐懟嗎? 想在那份額外面走回來? 你別拖我來這裡 你是不是想拿你老闆的命來救妃 他有什麼事?你擔不擔得起? 你給他聽著 如果你想救你老闆的命 就改到滿意為止 記住, 按照我意思的做 如果我不開心 我馬上買機票LLA度假 是, 我馬上拿回去 你爸說這裡裡這個氣氛 你看這裡有很多人 我說, 我沒有想到 我沒想到 你不想到 你不想到 我買了 我嗎? 我沒有想到 現在要馬上輸血了 你好 醫生,我的爸爸怎麼樣? 我之前也說過 病人的病情很反覆 現階段我們真的做不到什麼 現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要盡快接受血液幹細胞移植 因為病人的免疫力越來越差 情況會越來越危險 那我可不可以進去探望他? 他現在身體很虛弱 讓他退去燒 謝謝醫生 不用 我現在聽不到你的電話 有事的,請你留下好訊 嗨,我是Beevers Hall 好,暫時不能夠聽你的電話 麻煩你留下訊息吧 真漂亮 對,真的很漂亮 為何天的顏色會這樣 空氣裡的污染變成粒子 懸罰在空中,將太陽光折射 就會出現這麼特別的顏色 吱吉哥,剛才有個女生 好像不太開心 在一位孤零零,不是想不開嗎 可能想找個地方清靜一下 不是,有點熟悉 去遙江集團的太子女 有錢有什麼好仇呢 所以說,仇這件事跟有沒錢無關 至少不用先受殘迷遊鹽 在這一刻我們比他開心 作曲 李宗盛 或者幾句說話令你痛傷 新伴老人從未拍張 我未忘記我有別人欣賞 我就是我決心堅守理想 無需要瘴氣 平凡都可有美 凌時 天不開心 亦要撐起 愛不遂說道理 今日口氣突破衝開距離 仍是每天一天就好